我還蠻認同陳明文的 你知道嗎 因為人家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不想說清楚 他不是表達得很清楚嗎 對啊 是你們的記者不清楚 我們還很白目的一直問 他就是不想說清楚 就是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不想說清楚 因為他沒辦法講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一開始告訴我們說 那是要給他兒子去 菲律賓開奶茶店 那好 還拿個找個例子出來 不是亮個牛皮紙袋說 所有單據都在裡頭 那結果後來發覺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現在說根本不是 他老婆的私房錢 是他大姐的兒子的錢 那就更奇怪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這個如果你真的是 跟你大姐兒子拿的錢 你當初也可以講 為什麼為什麼要講說 是你老婆拿的錢呢 然後現在這個矮胖男跟高挺男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我們不知道 而且他自己到底有沒有上車 那他自己說他上車睡覺 所以心理都還掉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很多人懷疑說 假設真的有什麼高挺男 跟矮胖男的話 事情就更大條了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都知道 陳明溫應該不算高挺吧 因為剛看他比宇軒 個子好像還矮一點點嘛 所以他應該不算是高挺男嘛 那請問一下高挺男是誰 對 因為高鐵說高挺男帶了這個錢上車 那高挺男是誰 這錢誰帶上車 然後這個矮胖男又是誰 對 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還半路攔截 是而且更厲害的就是這個人去領 他知道裡頭三百萬 一清二楚 對 而且知道他裡頭是怎麼捆的 而且他知道他不是用一般我們銀行發 那個紙條去捆的 白色的紙條去捆的 他說用另外一種東西 他連這個都知道 那請問一下他為什麼會知道 所以 除非他是真正的施主 沒有 現在有人在懷疑什麼你知道 這個錢本來真的是要給他的 約好了啦 結果呢 這個男的不知道是因為什麼 是塞車呢 還是沒趕上班車呢 結果呢 他沒有拿到這筆錢 所以他去高鐵 去真的是要領這筆錢 只是因為高鐵不讓他領